- 想像你啊? - 想像你啊? - 反觀! - 反觀了嘛 - 我們之前在猜這個三台會不會是三騎 - 會不會是臥底想潛入進來 - 搗毀這個組織或收集情報嗎? - 你想是後續魔名其妙跑個三騎出來 - 還是說本來就已經登場後面再變成三騎 - 更加合理呢? - 蛤?他喊名字嗎? - 不知道我叫什麼? - 什麼? - 他的招資料顧不上那線了 - 對 - 明白了 - 病院或是... - 他還特地把你毀這條小巷了 - 沒辦法到哪裏 - 沒辦法到哪裏 - 手不不上哪裏 - 手不上百里 - 你怎麼知道呢? - 不知道是你小子 - 不知道是你小子 - 不知道是不認識的人他可能還會擔心 - 是吧 - 不知道是你小子 - 知道是你小子 - 抱心倒下了 - 真是不認識的人他可能還會擔心 - 是吧 不是这就铺上去了吗 害怕害怕 还有极库比 你们王王是谁呢 不是这包扎的什么鬼 推比发师 哦这样 你醒啦 你别说别猜 他包了什么鬼 这个眼睛全是红血丝 我的天哪 我的才有输出啊 说的对呀 说的好啊 他刚才就没有意识到 如果他真的是在那里 对声中来说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现在是一说反应过来的 那他终于知道了 我已经成为了一人的家 你头痛干嘛 干嘛呀 真真是狗头人 真真是狗头人吧 还在狗 还在狗 这个不能狗 这个不能狗 新狗会不会把他那个合照拿出来啊 之前那张 有可能吧 这个画面真好看呀 大家回头 是吧 我没钱了 我想溜兵了 我什么都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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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片头 对 这个应该是staff来的 还要劈一下吗 假面骑士救救我 看起来 这说 这在我在尤其看 拍得很好看 全装睡觉 好 好 手机真的不用还给人家吗 哪一是打把火影 怎么没人打把原神呢 好 还要小声滴滴 满了他 满了他 满住他 他这样太明显了 反而我感觉 对啊 这大姐笑得像个私女一样 我就喜欢私女 这个开实际证明吗 开的话我也想去试试 不知道啊 他们说开实际证明我就来了 大姐他好难崩啊 就大一个头了 大姐他这个头是尖的 那我也尖的 那我也尖的 哎呦 哎呦 有猴姐 那咋啦 哎呦 但是他还挺好看的 你别说了小孩子演的还挺好的 确实演的好啊 感觉演的比 比XXX好 别说哦 别带XXX节奏 哈哈哈 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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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好 啊怎么干就来了哎呀吃薯片了好吃好吃 那怎么想像你啊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刀死了 刀提高圈哪个呢 我操断的就做种生意了 啊 哎呦 哦呦 哦呦 哦 要怎么 好吃好玩好看 你看半斗在深圳都不给砂糖而选 哦对哦和半斗一起打架 都没有样别选 对确实 哦呦这个 裙子真好看 球链接 直接拿手机拍的 BEST ANGLE 運得很高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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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椒已经退环境了 我已经看到演员的未来了 我已经看到未来了 你两个人绝败去演那个剧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事情不要啊 找到我吧 沙汤人和人类的经济指点 哈哈哈哈 你在说什么 哎不是哦 搞不拍得早哦 哦说不定在国期间就已经流出信息了 可以 我们与你一直无关而已 哈哈哈哈 这是我们的拠点 你们两个人 没有人类的社员 真的吗 不是 No 哎呀 哎呀 怎么还是会有小巷啊 他们搭出来了 总不可能用一次就拆嘛 你说是不是 啊也是也是 路边的两条啊 哦 那个应该是可义了吧 哦 怪人太来咯 哦 我其实就觉得有点醜 能看到这的 相信都不是浅诚的特色受众了 叔叔阿所对你的点赞支持 这是我杰鲜鲜鲜的动力 爱你们 这节的预告有点短啊 所以我结合了招日版本 声珍对杏果试制的蛋糕表现得十分兴奋 只因对声珍来说蛋糕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信果的鼓励下 声珍也挑战起了蛋糕DIY 另一方面被迫流落街头的双子 将矛头指指声珍 为了亲手解决嘎布而将它引诱了出来 随即愤怒的西塔跟基普 向嘎布发起了猛攻 你们刚刚有留意到吧 预告里面 西塔跟基普是没有穿衣服的 正常那种打工仔 不穿衣服 是因为他们要伪装神人吗 他们两个不穿衣服 可以体见出来已经活出去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基于这点有没有一种可能 圣诞节要献祭的是七台 我觉得两个随便死都可以 可能会一起死吧 死一个更好 这两个有什么定位上的区别吗 如果比特嘎布 后续有石头马克家族的人变的话 你觉得男娘变身话题度高 还是雅小时变身话题度高 可以一起死啊 之后被改造完两个人在一起 这个阿修罗男爵不就好了 也可以 但是合体要怎么表现 或者像雨智波般那样 把柱坚纹在胸前 可以吗 这有点恶心了 谢谢 那我觉得用阿修罗男爵那种形式也不好表现啊 诶 通过怪人合体的形式来表现就可以了呀 他们的人样也只是用U盘变 所以刚刚这个剧情怎么处理双子咯 斯托马克家族的手杖的设定 你们还有印象吧 就每位家族成员 所有的手杖变成的武器是不一样的 预告里面其实已经结识了 几乎是剑 其他也是枪 下集是有一位演过战队的成员客串 天蟹成暗阳柚 Stinger对吧 Stinger对不对 他本身是歌手来的 所以叫他去客串街头音乐家嘛 可以跟各位先说一点 下场版的预告里面已经结识了 他是下集的打工仔 我不知道他们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找了暗阳柚来客串 关联性的话 可以说是因为三元回召是九连者的监督之一 包括情记录不一样有话题度 而且暗阳柚他本身是歌手嘛 也有一点点人气 当然本质上是因为下集开始进入圣诞月了 为了圣诞节商战 不得不利用各种方式去提高热度了 然后这集新登场的杀塔人的原型是水母 关了这次有给出他的名字 叫做Larget Q 曲子于Gurage 这位的配音演员是曾经出演过 魔镜战队黄徽者追加黄徽莹的装饰浩瓶 就是那个宝露啊 宝露 官网是这样描述的 因为有过在日要日清晨节目出演的经验 所以配音对他来说得心应手 他的声音非常美妙 有一句话有必要给各位着重讲的 就是请关注这个引人注目的新角色的未来动态 我们之前也一直有在猜这个杀塔人会不会是山群 会不会是警方的卧底 不是警方卧底也可以 就是那种家里人赞养的黑暗零食上瘾了 他想潜入进来当卧底捣毁这个组织 或收集情报吗 我想吃黑暗零食也是装的 我觉得是装的 后面班人醒悟了 然后戒毒这个有可能 不太可能 而且我一看到宝露 就联想到一些奇怪的东西了 那我也能 人心心念念的宝太能的爸爸 终于在嘎夫出演了 你套的人皮可能是宝露 那包是宝露啊 官网那句话都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 你觉得还有可能是两集被干掉的杀塔人吗 估计后面是被传客抓过来改造了 没有说确定啊 我只是猜而已 你想是后续莫名其妙跑个三期出来 还是说本来就已经登场 后面再变成三期 更加合理呢 好先把官网有用的东西念完哈 在快乐调色中 两个人谈论他们的过去 分享他们的想法和感受的场景 这是一场相当长的戏 在剧本中长达3.5页 此外 这场戏还考验演员的戏剧技巧 如暴露情绪和表现微妙的情绪变化 珊瑚内导演直面这些问题 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拍摄 有时这么长的戏剧场面很难让人不感到厌烦 但由于相声纯职的剧本 将微妙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加上珊瑚内的创意之导 简直是精妙绝伦的场面 各位有目共睹的那场戏确实很差点 其中有一段的镜头语言我觉得超级棒 半斗听完声针的番话之后 慢慢抬起头 瞬间那个画面从冷色调变成暖色调了 还有就是声针头痛的时候 你们有注意到吗? 珊瑚内有直接拍声针 他选择了用照镜子的形式 各位有印象吗? 斯托马克家族照到镜子上都会显现出来他们的真身的嘛 对 从镜头语言的角度而言 拍反射在镜子里的角色 可以隐喻人物的真实面貌 人物内心 或者人格分裂 这个还得结合第五集补充的一个设定 声针小时候是失去过一段记忆的 基于这点 在结合上自己呼声很高的狗头人 我练出几个猜测给各位选一选嘛 A呢? 声针她在改造之后失去了理性 袭击了半斗的妈妈 我指的是在斯托马克社里面袭击 而不是说在人间界 各位要搞清楚一点 声针以前没有来过人间界的 所以我们得先发生共识 声针不可能是狗头人 但是声针可能会跟狗头人有所关联 这个延伸出了第二种可能性吧 B 声针移植了狗头人的器官 所以闪回了一些狗头人的记忆片段 还有就是C 他曾经亲眼互睹半斗的妈妈被做成黑暗零食 或者被抓来做研究 做研究的话 郭可以扣到二哥头上 方便后期激化二哥跟半斗之间的矛盾 虽然不用这点 半斗师傅那段已经够他提起呼了 厉害 声针就是狗头人 当然这个我刚刚都已经排除掉了 咖啡兔给你拉扯一下 普通人出场了一次被烙一辈子 这就是角色的魅力知道吗 OK 打鼓整部剧的核心 现在是什么 我们一直觉得狗头的就是个路边 然后后来告诉他 其实也不断什么路边 没有啊 他就是路边的一条野狗 首先他绝对不可能是声针 因为你想 如果他出现了一个怪人形态 后去是不是应该商业化 但是 你总不该说套一个特殊鬼的皮吧 而且基于近几年的商法 声针怪人他也不太可能 搞成暴走形态的歧视倒是有可能 那怎么去搞呢 我还是有猜测 比特嘎古就是声针变的 但是他这个商法有点怪异 因为比特嘎古的头发 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 他不是说在原有的变身道具上做加法 而是直接给你换了条新的腰带了 当然这个也是基于声针 就是比特嘎古的前提哈 或者可不可以这样子 类似于比克大魔王跟他米的那个关系 你们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听不懂 没看过 比克大魔王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吗 作为一个新的个体是吧 他的恶人 对 善恶分点 对对对你说圣存龙牙也行 你说圣存 不不不 圣存你妈 别有龙牙 别有龙牙好不好 如果真的是按照我那种猜测 第二人格分裂出来 那个圣存可以直接带个紫色的美瞳就可以了 圣存是不是吃过半斗吗 太恐怖了 这个可以核定到A的选项里面 他失去了理智嘛 袭击了半斗的妈妈 但是我倾向于B或者C 当然还是有别的可能性啊 目前说不准 关于资念银河女装的部分 给各位讲一讲他自己的感受 资念银河说 头发每次在动的时候都会跑到他的嘴里面 真是太难了 第一次女装 因为我看起来很不安 上乎内导演为了鼓励我 说我会把你拍得很漂亮的 代表哥 听了上乎内的话 我便挑战了 但是正面看的时候 肩宽还是不一样 我自己都笑起来了 是股价的问题吧 那没想到 在工作人员之间 好评还是比较多的 不过以后一段时间内 不要再让我女装了 懂了 以后估计就很多了 给各位再分享个图吧 分享什么图 你的女装图吗 不是不是 你怎么会想到这种东西 因为你确实有 没有这种事情 我们借此机会 再给各位展示一下 再给各位展示一下 我感觉她的异拳干事一盒 这个就是十年银河说的 那个骨架的问题 是不是看得比这个好 这可能是因为光的绑子 为什么会找呢 是因为坏井 也是江春春春的作品 包括她那个脸 你懂的 硬朗吧 真的发鞋 给各位再讲一讲 这集变身之前 还是有点讲究的 她当时不是一件换装吗 为什么呢 毕竟这个是有纪念意义的首饰 共同变身 你如果穿这个女装来变 就太羞相了是不是 也不是不行 她预告里面还不好藏这一段 你如果卡布的女装出来 这里想要玩什么把戏 不直接暴露了嘛 所以她必须要一键换装 然后就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关王 我不止没有提到 卡布的其中一个主题是孤独嘛 我们也是爱孤独 这两个字 因为他们两个的身份会长很久 但十二集就已经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嘛 不过站在生生的角度来说 她的真实身份 不能够跟自己处境相似的伙伴公开 其实也是另一种层面的孤独 而且就是她的家里人 导致了半斗的妈妈死掉的 包括她的细袖 这个也是后续他们两个产生分歧的一个矛盾点嘛 你看吧 其实我们上周分析的基本上都对得上 我们真的在讨论你的有用的东西 有空真的多来交流 要报我记不过很后边 三十几左右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要说一个话了呀 你要找对复仇推向 不能像某个预设旗帜 OKOK 打住打住 OK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想要恐怖上期的话 还请直接跳转 那么下期不见不杀咯 拜拜